欢迎来到KK音乐 新年的第一天 到处都是好消息 恋爱 结婚 生娃一个不落下 当然 要说这其中最甜的 还是玄冰和孙艺珍的恋情 谁让我刻的CP天下第一甜呢 四报恋情 一招认爱 玄冰和孙艺珍的恋情 就像当年的双颂一样 从剧里照进现实 偶像巨事的展开 颜值 双高的绝妙组合 都让这一对深受粉丝欢迎 其他艺人公布恋情是他房 到他们这就是平地起高楼 粉丝恨不得把民政局 直接搬到他们的家门口 如此深得人心的恋情 不结婚恐怕也很难收场 在公司双双承认恋情之后 孙艺珍也在Inz 发文表达自己羞涩的心情 她晒出一个好看的花篮 说自己不知道为何这么害羞 还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又觉得该对大家说一些 之后感谢了能遇到玄冰这么好的人 还表示自己会保持美好 最后祝福大家也幸福 羞涩且甜蜜 就是孙艺珍今天的全部心情了吧 而除了当事人吐露心计外 来自第三方的爆料 更是透露二人有结婚计划 有房产人士对外透露 玄冰的父母曾有意买下汉南洞的别墅 但因意外没能签约 而那个房子很可能就是作为婚房想要购入的 同时也有演艺界人士表示 两人本来是计划2020年下半年结婚的 但受大环境影响推迟 两人都有40岁前成婚的想法 所以也很有可能在今年完婚 即便今年还是不行 也会在明年的年初完婚 如果这个爆料是真实的 那众多CP粉的愿望应该就成真了 想想还是蛮激动的 你们期待这一对结婚吗 孙艺珍玄冰备受瞩目的世纪婚礼 进入倒计时22天 即将于3月30日在首尔高级饭店 Walker Hill举行室外婚礼 韩梅和粉丝都翘首以待 准新娘孙艺珍似乎也感受到大家激动的心情 日前在Inz晒出一张透视的白色婚纱照 为代言品牌宣传造势 犹如是在为婚礼预热超级吸睛 孙艺珍与玄冰2月宣布喜讯后 便低调筹备婚事 孙艺珍也在相隔近一个月后更新Inz 上传了一张美美的婚纱照 照片中的孙艺珍戴着淡妆 将一头长发盘起 露出白皙天鹅景 尤其他身上的蕾丝碎钻加花瓣 刺绣点缀的婚纱 镂空透视设计 微微性感中又带着典雅温柔气质 加上她的迷人微笑 特别精致漂亮 也引来超过百万的网友围观 照片中的孙艺珍 完全不像已经40岁的年龄 美貌升级不说 皮肤状态更是保持得相当完美 隔着照片都能够感受到 这位漂亮姐姐的幸福和快乐 原来 孙艺珍是Valentino品牌全球大使 这件白色礼服也是他帮Valentino的2022秋冬时装秀做宣传 仔细看的话还可以发现 手上拿着品牌巴黎时装秀的情帖 这也让网友纷纷猜测 他和玄冰的三月底婚礼上 是不是极有可能选穿Valentino婚纱 走上幸福红毯 而纵使只是代言服侍 但粉丝们仍然纷纷留言大赞孙艺珍 最美的新娘 说婚纱照我都相信 欧妮一定要幸福 这样的美貌是真实存在吗 姐姐是仙女啊 也让大家直呼 结婚当天的新娘子造型肯定更美 至于准新郎玄冰最近接受访问 坦言在做演员的过程中 从未像现在这样 有过如此长时间的休息期 下一部拍摄作品电影哈尔滨 要等到今年九月才开拍 正好让她可以好好准备自己的婚礼 而她在访问中的春风满面 感觉也帅出了新高度